中文字幕志愿者 但有工人听到一旁挖出女性遗体 不免心惊惊 事发地点在宜兰罗东进炉就址 刚好是宜兰县政府正在进行 试地重划工程的工地 七号工人发现小动物叼着不明肉块 在工地内奔跑 隔天怪手开挖挖到了人体小腿骨 工人吓得爆案 警方九号扩大开挖 挖出了一具女性遗体 警方研判死者死亡时间超过一个月 一度传出死者双手遭人反绑 是否遭到杀害分尸 监禁还要追查 最近死者的身份是谁 被弃失在工地 目前正在清查 辖区通报的失踪人口 希望早日厘清 三十四人黄阔瑞一览报道